Media MS-03 產品特性和使用方法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自己推出的Media MS-03 產品特性和使用方法 因為有很多朋友都發出心來問我 那些東西是怎樣的 現在我就示範一次給大家看看 到底會知道是怎樣的 Media MS-03 的光速在陸地上是四方形的 因為我們設計時根據水暖的設計率 而不是空氣的設計率 所以在陸地是完全沒有這個效果的 不如我們去水光試試吧 看看效果是怎樣的 大家看到了 現在有桶水 我有光斑開了 大家可以看看現在的光斑 光斑是四方形的 我們現在開始變多水 慢慢落水 一落水之後就變成圓形了 是不是 周圍都很銳利 上回來之後又變回四方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電筒 好像沒有觸光效果 好像電筒一樣 其實我們現在需要加一個轉盤 這個轉盤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選擇光斑大小 這個是需要入水 即是在水裡才可以運作到的 我們可以搖一搖 即是我們可以在游水瓦的情況下 很容易入水 接著我們的光斑分幾重 一個是25mm 另一個是20mm 另一個是12mm 另一個是8mm的光斑 因為我們的光速夠強 所以我們準備了一些顏色片 你可以裝在前面 來改變燈的顏色 從而達到可以拍攝它的背景 可以到達到這個氛圍 是很有趣的 亦都可以為你想拍攝的地方去掩飾 那 這支MS先生 那我不買轉盤可以不可以呢 那我又可以比較一下 我們有兩個 燈嘴 其實這個燈嘴 它是擋光的形式 而並不是因為用鏡片聚焦 所以它所產生出來的光度 其實就不是那麼理想的 那我也是入水 那你倒入水 當然會入水 那它出來的光其實是很弱的 大家可以看到比較好的 和剛才那些 那麼弱可以嗎 其實如果你平坦地玩 用TG4是可以的 當然啦 用上攝盤會更加發揮得多 多一些 和你拍照的時候 攝影師的創意 可以盡情地發揮 如果你單單在拍一個黑背景 其實很沒意思 是吧 一個電筒就可以了 但是呢 如果你有色彩片 有不同的光彩大小 就可以令到你 創作空間更加大 OK 好了 那今天說到此為止 多謝 阿多謝 阿多謝 阿尼 上 阿尼 阿尼